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已经有很多城市采取了强制人们戴口罩的措施 魁北克是加拿大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要求在所有室内场所 如商店 酒店 办公楼等必须戴口罩的省份 魁北克省上周六规定所有12岁以上的人都必须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戴上口罩 从7月24日开始 新司高砂省将要求乘坐公共交通的司机和乘客戴上口罩 安省一些城市也已经发出了类似的命令 例如多伦多市于7月7日颁布了强制性口罩政策 要求在公共交通以及商店 杂货店和购物中心内必须戴口罩 卡加利市议会定于周一辩论口罩政策 亚省省长康尼说他不会在该省强制使用口罩 但建议人们戴上口罩以防止第二波疫情 可是面对一片大好的疫情防控形势 还没有开始全面实行 有些热爱自由的加拿大人民就不愿意了 就在近日 加拿大各地纷纷发起了游行 目的居然是反对戴口罩 抗议者聚集在温哥华 卡加利 沙斯卡通 温尼匹和沃泰华等城市 支持揭开口罩的游行活动 他们反对一些政府强制民众要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 集会组织者说 不相信电视上专家所说 关于口罩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方面的有效性 各方的说法都不一样 不如我们还是靠自己吧 靠自己的第一步 就是把口罩给脱了 抗议者们纷纷呼吁自由选择 称要不要戴口罩应该是自愿行为 还有游行者把这场防疫活动上升到了政治高度 在沙斯卡通的活动组织者佩安特认为 戴口罩是政府在给我们洗脑的 实际上戴口罩并没有使任何人变得更安全 只是让人们感到害怕 政府正在利用这种恐惧 人们误认为自己必须戴口罩 并认为任何不戴口罩的人都在危害健康 卡加利示威者也举着结束暴政 和我不会戴着你的恐惧的示威标白语 还有些城市目前并不要求强制戴口罩 但是闲着没事的居民竟然也要举着牌子上街抗议 一名萨斯卡通的游行者表示 自己游行是因为虽然现在没被强制戴口罩 但是这个法规迟早会在当地实施 这个理由小编也是给你点个赞 如果你们把这未雨绸缪的心思花在防疫上 这死亡人数就没有那么高了吧 还有一些违心派的示威者 干脆一点事实都选择不信了 认为COVID-19是政府的骗局 那些新闻呀 新冠确诊数字呀 死亡人数呀 都是骗人的 有的人还坚决反对打疫苗 整个游行的主题就是 政府说的都是骗人的 新冠是假的 我不戴口罩 你别管我 我的身体 我做主 面对这些示威者小编这样说 九年义务质教育很有必要 大家还是要好好做好防患工作 有些已经免疫康复的患者 可能体内依旧有新冠病毒的残留 也会传染给未患病的人 所以大家不能因为感觉身边没有患病的人员 就放松警惕 因为病毒是看不见摸不着 但却无处不在的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